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闻言 魏无羡瞬间精神道 可以吗 蓝望鸡眉眼浅浅地看着他道 嗯 真的 蓝老头 恶不 你叔父会同意吗 魏无羡有些半信半疑 放心 我同他说 哈哈哈哈太好了 蓝战最好了 魏无羡搂着蓝望鸡的景象 在他唇上巴唧了一口 蓝望鸡随即将也魏无羡提到怀里 两人耳变丝磨 又是一场以逆风光 一日午时蓝丝追和蓝景仪 给魏无羡送餐 饭后 魏无羡将一块通行御令递给蓝景仪道 昨晚向你们家寒光君要的 说完不自觉地揉了揉自己快要断掉的腰 蓝景仪接过御令 连连拱手做一道 谢谢魏前辈 魏无羡道 跟我还客气什么 顿了顿又道 今早我在这御令背后 刻画了一道类似镇压的符文 今后你们外出叶列 鬼类见到基本都不敢轻举妄动 蓝思追蓝景仪一口同声道 这么厉害 魏无羡神气道 哼 不仅如此这符文还有个功效 什么功效 蓝景仪好奇地端倪着通行御令 呃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就是雷同于风邪谈 能感应到怨奇怨灵而已 不过它是我改良的应该比风邪谈好使 哎 对了 思追 把你的通行御令给我 献哥哥给你也可以个 蓝思追听魏无羡 突然说了声 献哥哥神色有些僵硬羞涩又难为情 魏无羡笑道 嘖嘖果然是长大了没小时候好玩了 快给我吧 蓝思追旗下通行御令 双手递给魏无羡 魏无羡又道 今后夜练你们记得叫我 昨晚你们家课韩光君说了 让我带带你们 蓝景仪道 真的吗 若是如此再好不过 那先生知道吗 他不是不喜欢 无 蓝思追连忙捂住 蓝景仪漏风的嘴弯而道 是 韩光君说的应该没问题 两日后 蓝奇人看完魏无羡的手稿 插门声给他送回了镜室 因为此法是魏无羡新创事以蓝奇人并未过多批注 只稍微改写了两笔 魏无羡所创福传的笔风走势 貌似确实比魏无羡先前所画更为精妙 当晚 静室内魏无羡提出欲尝试用此法试试看 能不能真的结出丹圆颗粒 两人简单商议后 蓝忘奇身着中医 在静室设下隔音戒戒 随即翻出望迹琴 指尖淡蓝色灵力流转 魏无羡借助蓝忘奇的灵力护发 尝试集结他体内少有的灵气 随后将革原宁气腹打入丹田内将其转化 约摸大半个时辰 才将一丝灵气化极为微小的丹圆力 已经深秋 魏无羡却是满头大汗 想来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蓝忘奇手压前弦止去余音 起身来到魏无羡身旁 手持方巾给他试去额尖的小汗珠 半上 魏无羡才正开双眼道 蓝湛这个法子果然是可行 只是过程要比我想象的更吃力一些 蓝忘奇微微汗手 伸手握住魏无羡一手温声道 慢慢来 慢慢来 魏无羡软绵绵地躺在蓝忘奇的腿间 半上娇真道 那 韩光君可不许嫌弃我 蓝忘奇手轻抚他的头道 怎可能 也是 我可是某人苦苦等了十六载的人 他黑眸闪耀 目光灼灼地仰视着蓝忘奇 心道 这个角度看蓝湛 还是这么好看 感受到那道灼热的目光 蓝忘奇垂眸 眼底样起一抹笑 魏无羡忍不住赞叹道 蓝湛你真好看 随后又忍不住扑得一声笑出声 原本魏无羡说得好好的 突然发笑还笑得如此变态 蓝忘奇顿感疑惑的 那一声问道 阴河发笑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没什么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想什么 魏无羡起身坐起来 我这蓝忘奇的手艺本正惊道 蓝湛 你是不知道 像你这么仙儿的人 客大世家的女修谁不仰慕你啊 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和我私混在一起 会不会被气疯啊 哎不仅如此 若他们还知道 他们的梦中情人跟我还睡过了 你说那些女修会不会拿剑来捅我啊 哈哈哈哈 别闹 哪闹了 魏无羡抽出手 开始包蓝忘奇的衣巾道 来吧 反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蓝二公子也不多这一次不是 蓝忘奇被魏无羡聊的欲罢不能 抑制着粗重的呼吸沉声道 这可是你说的 说吧 便气声压响 етров 生米都会关键